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歡迎你準時收聽我們的桃子晚報 今天我的對面來了三個李 一個是李敬偉 歡迎 還有李李仁 好這個雙李呢 為什麼會就抱著吉他坐在錄音室耶 天吶 這個合作是兩位合作了一支單曲對不對 沒錯沒錯 為什麼李敬偉會挑中那個千千萬萬人中挑中李李仁 其實這是 這真的是一個緣分嘛 就是我那時候 年中的時候有發行我的個人專輯 對 然後有來桃子姐的節目 是 然後桃子姐那時候有跟我說 What's your story 對對對 就是 可能桃子姐在家裡有放一下這樣的專輯 然後李仁哥經過的時候 對 有就是聽到這裡面的歌曲 然後就是 就是桃子姐你有說的李仁哥就是覺得蠻喜歡的 說吉他真的很厲害 對 他說這誰 然後我就跟他說是新人 我說他很厲害 他的音樂做得很棒 對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 桃子姐你小巨蛋嘛 嗯 就是李仁哥也有上去彈吉他 上台 對對對 我就想欸 我說李仁哥吉他也彈得很好 很好 對啊 不是就覺得很酷啊 在你面前當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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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都是吉他愛好者 對對對 我們就是喜歡彈吉他唱歌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 也很巧的就是 呃 這樣應該也不算是秘密 就是我們專輯的這個工作夥伴 嗯 後來也加入李仁哥的這個工作的團隊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呃 其實其實說真的就是我當初有寫一種 超級抒情歌 嗯 然後就很想要找李仁哥來 看怎麼合作 嗯 對那然後就是 只是大家後來就想說 那先試看看聊聊看這樣子 嗯 對然後沒想到跟李仁哥 見面聊了之後發現 有很多比如說對吉他的喜好啊 嗯 然後我們可能音樂上的喜好 嗯 就是蠻合的 想說那來玩玩看吧 嗯 所以這首不在乎就是 呃其實我們玩心蠻重的吧 嗯 對在創作的時候就是 真的是拿來玩這樣子 好你知道李靜偉他剛剛 安排位置的時候說 他要做裡面 他要做裡面 他覺得他是角落生物 就是一個蠻害羞的大男生 那李仁你跟他相處之後 你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大男生呢 我跟他蠻投緣的欸 那他就真的是個蠻害羞 然後蠻自然蠻可愛的一個大男生 沒有我是要說李靜偉覺得 李仁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李仁哥就是 呃怎麼樣的一個人喔 盡量講 沒有好好 講實話 我覺得李仁哥 都講實話 對啊我都講實話 因為講謊話太 我講不出來 欸講謊話我都可以辨別出來 OKOK 我覺得李仁哥對我來說的話 就是 首先就兩個字很帥氣 因為我覺得 帥氣 不小心就誇示了一下 是 對就是因為我覺得 身為一個男生可能 我也希望我在 在成熟一點的時候可以 乾脆一點 看事情都可以 就是乾脆俐落一點 我覺得李仁哥是一個很俐落的人 你好會形容喔 對啊 他不是機車頑固 沒有其實因為我也常常 但是這是反面意喔 但正面意就是堅持 你不覺得他很堅持嗎 對他很堅持啊 對啊所以就是在比如說在 呃這首歌其實在這首歌完成之前 我已經寫又寫了兩三首歌 然後也有丟給李仁哥聽 那他就是很堅持 很俐落的跟我說 我們不要這個好不好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我是這樣講 大家剛剛有沒有聽到李靜雯 其實有一所韓序 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本來寫了一首抒情歌 然後邀利李仁 結果沒想到 欸李仁哥你來講 後來你跟他相見 然後聊音樂的這一段 我呃 嗯因為覺得我 我一開始覺得 是詐騙集團嘛 怎麼會有人找我講歌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 我有一陣子 我自己變成自己的小小許願池啦 因為之前我跟我經紀人說 好久沒拍MV了 最近來拍MV吧 結果我就拍了佩慈的MV 嗯 然後拍MV的過程中 喔那時候是想說一直演 演壞人 那不如這陣子來演個警察吧 結果連續演好幾個角色演警察 演完警察之後 說不如來拍MV吧 然後就去拍MV 拍MV的時候我就跟佩慈講說 你怎麼不許了 因為不如有個跑車之類的 我沒有那麼庸俗 最好是 很利落很利落 然後我就跟欣雅講說 我說欣雅 如果有機會出出單曲來唱唱 其實也不錯 那欣雅可能就把我這個許願池 你的經紀人真的是聖誕老公公耶 是他就跟 因為他跟靖偉認識 那他就跟靖偉的經紀人聊這個事情 欣雅幫我彈張唱片喔 一整張 聊了這個事情 靖偉也也也也也剛好覺得 也覺得我蠻適合的 我覺得兩個人都都可能彼此有 以前就互相注意過 因為以前我就跟欣雅講說 我說他的 這個年輕人的音樂很好聽 他叫什麼名字 對 那所以當靖偉來找我合作的時候 然後加上那天到我們家去 我確定他不是詐騙集團之後 我就覺得好啊 那我們來玩一下 對 那一開始其實我這個音樂 我只是希望開心 讓大家能夠朗朗上口 不管是什麼 你現在是不是很焦慮啊 我沒有啊 你一直在揉你的眉毛之間 我工作的時候就是這樣 這是你沒有看過的我 而且你一直在抖欸 我就是這樣子 他剛剛一直在抖欸 我想說 他是興奮嗎 對對對 興奮 然後重點是 請問是還有歌手夢嗎 這個是他當年的專輯你看過嗎 我看到那個 臉書上面有人發 你說有沒有夢啊 當然是有 要不然也不會做這個事情 但這個時候 做不做這個夢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而是說 真的有機會能夠唱唱歌 然後 然後一起玩玩音樂 我覺得這個是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事情 大家剛剛在YT可以看到 如果你只是聽眾 你現在可以去上YT 不愛的不是我李李人 這樣照片真不得了 很日系明星的一個感覺 這是哪一年啊 97年的冬天 1997欸 所以後來被邀請 再來做這個單曲的時候 就會覺得 欸是第一個 是不是詐騙集團 第二個然後見面聊的時候 就發現說 欸就是你知道那個 敬偉謝謝你齁 這給他這個機會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你還包容他的選擇 所以反而就是 後來合作的不是 一開始你要請的那些 不會因為我覺得 從我專輯 應該說 呃我從幕後走到幕前 嗯 然後我開始要做自己的音樂時候 我就希望 這個做音樂的快樂 可以帶給觀眾 聽眾們 嗯 那其實李人哥的想法也一樣 就是其實一開始我寫書情歌 那種 等一下等一下 我發現我們真的很奇怪耶 你可以邊講話邊彈吉他嗎 就是有一點趁樂那種感覺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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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得到 那是哪一種感覺 我這個都蠻專長的 午後咖啡一杯 我那個我專長演唱會的時候 我一邊彈一邊講話 好午後咖啡一杯 來來來來 好然後呢你說李人哥選了這首歌 對 那李人哥就是 呃 這突然有點 賣一點賣一點 賣一點賣一點 李人哥就是 我剛剛講到哪裡啊 就是 選那個音樂 對選這個音樂 就是他也希望我們把快樂 帶給大家 玩音樂的快樂 對啊然後 然後他選這首你有沒有覺得 欸很驚訝 為什麼他不想唱抒情歌 嗯 其實因為我一開始寫抒情歌 比較像是在討論說 男人長大 就是 所以會有一些經歷一些挫折 然後這個挫折 他那個抒情歌應該說 比較悲情一點 對啊對不對 有一點 有一點比較灑狗血一點 比較灑狗血一點 那因為我對 因為當初還不認識李人哥 我想說 哇如果這種歌 然後李人哥再演出來 那個 那個力道一定很強 對對對 但是 我覺得李人哥也是提醒我 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音樂 還是希望可以把一些正能量 跟我自己的初衷也是一樣 未必一定要把 因為其實很久以前 不是很久以前 就是我20出頭的時候 那時候玩樂團 寫歌就比較憤怒 比較多的 年輕嘛 還有體力憤怒 對 就是比較多的抱怨 就是很多負面情緒寫成歌 那我也發現說其實 聽眾們未必會想接受這些 或者說我也 我其實真的是希望可以用音樂 給大家一些好的能量 是 其實李靜偉 你那麼會唱歌 那麼會彈吉他做音樂 你看到他 就是你知道嗎 他剛剛一定有 某種程度的小緊張 可是他也真的是很投入 對 他給你 比如說做音樂這條路上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不能說啟發啦 應該是說刺激或想法嗎 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做音樂工作 等一下誰來點音樂 有點乾喔 來點音樂謝謝 好就是 有些時候我們做工作 可能做太久 會忘記說其實音樂 純粹的感動 就是那個可以 但是觸到人家心裡的那個感覺 他未必是真的要很精準 或者是很完美吧 就是那一刻三分鐘的一個向往 對對對 就是有些時候可能 假設我很喜歡這個一個藝人 也是不一定 我去看他演唱會 我沒有一定要看他很完美 我想要看到他更真實的表達 他的情感這樣 嗯 我覺得就是 所以講回覺得李仁哥是怎麼樣 就是他我覺得 他可以很很很 這叫什麼 就是很直接的輸出 嗯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也是 需要 我們差不多到這個年紀就這樣了啦 因為已經 就是你知道嗎 最美的夕陽 但是你知道嗎 那你就想說不行喔 再不再不把握這個機會 好像接下來我們就要去 當然沒有到坐輪椅 但是就是 就是好像接下來就是沒有這個經歷 或是專注力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會義無反顧 那可是李仁哥跟李靖偉的合作 你覺得從李靖偉身上學到什麼 從年輕人真厲害 真的 很有才華 很有才華 我又覺得我後悔 我年輕的時候沒有好好學習 你年輕就是在賽車跟把妹啊 是不是 我年輕都在帶小孩 哪 拜託 不要再 我三十歲 我講的年輕是二十 二十歲 對 對 當然當然當然 就是在那個年輕的歲月沒有好好的學習 他 因為你是 發專輯了 然後又 而且而且那專輯封面 沒有其實啦 我是想 謝謝你讓我圓一個夢 因為其實我剛剛在二十五年前發專輯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嗯 他也拍了一堆很很莫名的照片 我甚至連進錄音室連唱歌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的製作人還跟我講說 這首歌要是給四大天皇唱 他一定是破百萬的專輯 然後我就想說瘋了 我想說那現在怎麼樣 那我要不要唱 就所有的壓力都很大 其他其他 所以我就根本不知道我那個時候在幹嘛 那我覺得二十五年過去 我覺得 我覺得唱歌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開心的 那我希望能夠把這個氣息帶給大家 那最主要是敬偉的歌又這麼好聽 嗯 那我很榮幸能夠參與這一切這樣子 對 這首歌這樣不在乎 在李靜偉 他找來李李仁一起這個合作 然後MV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呃 說是叫什麼 中年魯蛇大叔的夢想 他們叫我演一個那個啊 那個理髮丁打工仔 對對對 對 我不知道演得像不像 還行啊 還不錯咯 是這個專業演員咯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其實在這個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覺得真的這個李靜偉的歌聲 還有他這個吉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這個好不好 老李我們要跟他學的還有很多 我跟他合作的時候我都好像在 在跟女兒一直在彈琴的感覺 我就會想到我女兒 女兒沒有那麼厲害 我就希望女兒以後能夠像他一樣 對 好那真的要來講的話 呃 靜偉其實現在是一個 呃 最最糟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你自己做音樂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就包括還要發行不是 他已經不是說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空間 或是跟三五好友可以開心 玩一玩就過去的事情 我覺得是有很多聲音 嗯 來自四面八方 就儘管可能我現在 剛出來 並不是真的很有 呃 很多人知道 或是很有聲量 但是就算是這樣 也很多外界的聲音 嗯 會去影響呃 做這件事情的 可能本質 或是我們的 我跟團隊的目標 嗯 就是會有 這些東西需要花 蠻多心思跟時間去消化 嗯 那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時代的一個 特性吧 嗯 就來自網路啊 或者是說每個人都 已經養成了 就是會去呃 評論一下 嗯 對但我覺得 可是這個時代好的就是 其實很多元 嗯 對那呃 其實像我的這些歌曲 或是不在乎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的 呃 傳統華語 華語的style 但是他我們還是在唱 中文啊 嗯 對啊那這樣的音樂 大家聽了也還是會覺得好聽 所以我覺得 呃 其實就算是這樣的時代 應該說就是在這樣的時代 其實可以多做這種事情 嗯 這樣子的不同音樂類型 嗯 那 其實我也不想跟別人比較 我們就走我們自己的路這樣子 嗯 然後把它去做好 有點像很多各行各業都有一些匠人嘛 嗯 對啊他們就是把它 在他們領域把它做好 那 什麼榮華富貴什麼 就是 嗯 再說嘛 對 那個其實真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認識到的娛樂圈 跟你開始成長 然後到你進入 這中間都不知道經過多少階段的變化了 嗯 對不對 然後當時就這這就是很怎麼說 就是欸 我我本來是想要做什麼 結果後來現在這種時代的洪流 他其實改變了 可能不管是你的策略或你的心理狀態 我覺得這個都要好好的梳理 然後要自己站得穩 對 你才不會被 就是啊一下覺得這樣一下覺得那樣 然後信心或者是被動搖 對 所以也就是跟那個李仁哥齁 學習一下人生隨緣啦 欸李仁哥你知道他剛剛為什麼選阿費的小蝴蝶嗎 為什麼 你知道他的小蝴蝶是誰你猜看看 豆豆 欸 小蝴蝶 他果然第一個就略過我了 哈哈 但是你猜對了 真的啊 我覺得他現在的小蝴蝶是那 不是女兒喔 是那隻狗 是那隻狗 有兩隻 有兩隻小蝴蝶 他喜歡小的 你應該是 剛剛那首歌在唱的時候 你應該是想的豆豆吧 我昨天是狗 我看著歌詞 哈哈哈哈 我一直說你怎麼會選這種歌 我不知道 你那天就叫我唱一首歌 我想說找一首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大家聽了會開心 會有記憶點的歌 然後我就打開我的歌譜 就想這一首彈過 他不如來唱老蝶的歌這樣子 這其實為什麼會問到這一題 就是提醒李靜偉 你的生活還是很重要 你的人生還是很重要 因為他可能不只是 大家講什麼安全的避風港 不是這樣而已 其實你的很多創作也會來自於他 然後他也是一個讓你不至於倒下 很重要的支持力量 像那個李仁哥現在每天就是屁股對著我們 因為他的頭都在地板上 因為我被屁股 我已經被屁股對著很久 所以只能轉自己 你誤會了 不然聽不懂了 沒有沒有太多意思了 不是不是 我們你誤會了 我們是說因為狗都太重了 不能把他hold起來 所以我們都是頭在地板上親他們 然後整個屁股就會翹起來 原來如此 想太多 你剛剛 果然是年輕了 所以其實我請問一下李仁哥 現在生活重心就是兩隻狗嗎 生活重心沒有啊 都還是一樣工作家庭 然後 當然兩隻狗是 因為你們都不用啊 所以只好我用啊 怎麼又變成是我的重心了 很重心耶 不是 欸我沒有不弄好不好 你去 你看你去上班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 當然那沒辦法 我不在啊 就六狗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很喜歡六狗 但是呢 李仁哥是會仔細到就是 如果比如現在下雨對不對 那我們可能一般四族就會說 欸那不要溜了 他不是 他是把開車載兩隻狗到 一定要找到一個不下雨的地方 這麼愛他嗎 我最近常去中泳河 我是板橋 我那天還牽著狗 我就看 去看板橋那耶誕城 因為 心電在下雨 那不是很多人嗎 但是板橋沒下雨 剛好社會化 社會化 我就帶狗去社會化 我覺得 當他的狗很幸福欸 他是可以開很遠很遠 找到只要有一個地方不下雨 他就下來 對 就是他堅信 一定可以遛到狗 那李仁哥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我的狗 到底有沒有開心 當然開心 你要問什麼問題 沒有 就是因為我很多養狗的朋友 他們真的都會跟他的狗狗 講很多事情 那你有跟他講 你有一首新單曲嗎 不是你有唱給他聽嗎 這個 練習的時候 其實我為什麼要帶他們去 那麼遠的地方 是因為我開車的時候 我可以在車上練歌 所以他們真的聽過 所以他們早就聽過 他們聽過了幾百次 每次只要我放這首歌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馬上趴下去 有想要用了好吵好吵好吵 哈哈哈哈哈哈 他聽太多遍了 他聽太多了 對啊 不過只有單曲 我覺得真的很好聽 作詞作曲李靜偉 然後李李仁有稍微幫忙 一丟丟 丟丟的修改 對一丟丟的修改 然後非常特別的一首歌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也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